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到底给你什么好处 你这么帮着他 徐医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 你撒谎 你半夜去他家做什么 说谎吗 周罗 你们两个猫腻 你 你别以为你们在医院 偷偷摸摸的都没看见 我都看见了 你们半夜在花壇边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说不出来了吧 我没有必要跟你说 为什么每次他一出事 你又会出现 在火车站桌奸的时候你也在吧 还有千禧夜那天 偏偏你去就看见那么关键的一幕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你们两个串通好 不许把婉婉留在身边 故意把婉婉留在身边 千禧夜你又有去他家的旅游 早不去晚不去 偏偏杀人的时候去 你说呀 李娜 怎么回事 问他 怎么了 把他抓了下去弄 真不见丢人呢 我怎么丢人了 我怎么丢人了 陈灵 你跟徐玉分开多少年了 啊 你还过不去 你知道这些年咱家怎么过来的吗 每天都要看你的脸色 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 你开心的全家开心 你不开心全家脱不过气来 对 对 徐玉是对不起你 七年了 七年还过不去就是你的问题 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少说点 我就要说 徐玉是什么狗东西 他都死了你还不依不饶 我要是你我就买相别 让我庆祝一下 那样我也算佩服你 你现在是看不起我了是吧 是 你在我心里 以前是好说 你一起的 他写的 你看看你现在你自己 你照过镜子没有啊 你就是个怨妇 我作为男人我也不要你 你为什么我自己还那么简 你能不能 帮我跟我爸爸说说 你就说 我那天是在跟他吃气 其实 我们俩根本就没有关系 你不是答应我的吗 你会替我保密的 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必须地跟我说实话 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的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天晚上我确实没有跟他摘一块 那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 我一直在家 你在家 为什么张庆祢没有看见你 因为我一直在上厕所 你在厕所待了一个半小时吗 我肚子疼了 吃药 我躺着睡觉上厕所 醒过来 去安排 然后送王王回家 这些都没有人作证 所以我说的话就都不做书了吗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那么想要进南亚的罪 你是为了生殖 到底还是因为死人缘 你因为我是个警察 不管私底下我有多喜欢你 还是因为南亚是我同学 我的职责就是查清楚案件的真相 让有罪的人服发 故事怎么样 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因为自己所爱的人受到了伤害 失手杀了人 所以 你决定替他挺罪 不可能 里面磁带最多只有三十分钟 那天我摁下录音线 徐医师十多分钟才上了楼 你 你 然后我们又扭打到江边 一来一回 大概一个多小时 录音机不可能录下全过程 你的故事很动人 但现实很残酷 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跟美好 趋利避害人质本能 拥有大好的前程 何必给自己惹麻烦 不是吗 说出事 告诉别人 我正想找你的 你们俩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周路 不管你这事 你快走 既然自己来了 那我就送你一生 你快走啊 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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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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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2 好 没事 我事儿害你 我爱她 她只这一点都不妨碍 我那天晚上七年 见到她时事 不妨碍吗 那你为什么极力隐瞒 撇清跟她的关系 我只是不想干扰她 得到她应该有的无偿 你现在已经干扰了 那你们找到的所有的东西 跟我说的又是什么不一样吗 那天晚上有千百种可能性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降低了你政策的可信度 你不是在帮南亚 你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 证据 或者是有什么隐瞒的 想要告诉我的 尽快 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机会 拜拜